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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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 news gtimg.com news app rs 050557 0566 403600 videos oc type e feed t0766 x3 tq 等视频 颜值在线球季一流 迪巴拉用势力让喷子无话可说 时长约一三分三十五秒 腾讯体育8月30日去西甲连萨的夏季转会窗口即将关闭 对于黄马来说 想要补强 就得抓紧时间 即天下马里亚路后 黄马是否还有转会彩蛋呢 在推特上 一位认证为奥莱报记者 伊达尔哥的账户爆料 黄马已经和尤恩图斯达成协议 银河战舰会拿出1.8亿欧元收购迪巴拉 这样的消息非常劲爆 不过黄马球迷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奥莱报否认这名记者是自家的员工 记者爆料黄马将收购迪巴拉 黄马在今年夏天的演员总花费是1.45亿欧元 虽然不少 但是在封县的位置 银河战舰仍然没有签下C罗的接班人 这被认为是一大隐患 不过一个认证为奥莱报记者 伊达尔哥的推特账号却指出 黄马即将签下 迪巴拉 按照这个爆料账户的说法 黄马会拿出1.8亿欧元引进迪巴拉 而埃根廷球星在伯纳乌 会拿到1600万欧元的年薪 这个账户还指出 迪巴拉和尤文兔斯主帅 而来格里的关系不理想 洛佩特急则亲自打电话 收服了迪巴拉加盟 而尤文也被黄马的包夹打动 来到黄马后 迪巴拉会穿上C罗留下的7号战袍 在推特上 这位记者还爆料 迪巴拉在几分钟前现身 独龄机场 很可能前往马格里 而在8月31日之前 迪巴拉会成为黄马议员 黄马收购迪巴拉的消息 应该是独撰 在尤文图辞阵中 迪巴拉的确难以确保主力位置 赛季的前两场比赛 他在第一轮首发 但是第二轮面对拉奇奥奥 迪巴拉没有出场 然而 尤文不会在今年夏天 同时失去伊瓜 英和迪巴拉 因此 消息的真实性有待上去 很快 由意大利媒体联系 论阿根廷的奥来报 这家媒体否认爆料的记者 是他们的员工 因此 这则消息应该并非真实性爆料 而是独撰的转会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上